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2008年选秀大会之前 比斯利和罗斯被誉为当界的双子星 原因是他们两人在当年新秀中的天赋达到了顶级水平 然而数年之后两人的轨迹却截然不同 罗斯在三年级时成为了联盟最年轻的MVP球员 而比斯利则一直在为稳定的出场时间而挣扎 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两人自律性的差异 比斯利对训练和比赛经常持有一种无所谓的态度 即使在需要付出十分努力的时候 他也往往以七分的态度对待 私下里他甚至有着服用伪劲药品的污点 尽管作为榜眼秀 他一度只能在CV联赛中寻求生存 在曾经的丹佛田径队当中 最不可或缺的便是他们的一号位指挥官泰劳森 虽然身高仅有1.8米 但一手传球能力让劳森有了立足联盟的资本 他精准的传球和队友飞天遁地的身体素质 所带来的是极富观赏性的比赛 颠缝器的劳森也有着场军接近10次的助攻术 2015年转回火箭队成为了劳森生涯的转折点 当时哈登身边最需要的是一个善于防守而不占球权的搭档 而劳森显然不符合标准 在球场不得志的情形下 劳森犯了酗酒的老毛病 这一缺乏自律的行为使其身价大为下降 短短数年之间 他就从当红空位成了无人问津的边缘任务 在当时的双状元组合中 唐斯和维金斯一度受到挥霍天赋的质疑 尤其是巴特勒更是公开批评二人 然而随着维金斯加盟勇士后的努力和勤奋 他重新赢得了球迷们的尊重 并且获得了总冠军的荣誉 相比之下 唐斯似乎并没有取得太大的进步 依然在场上表现得相当懒惨 在进攻端 唐斯过于迷恋三分球 往往习惯于待在外线 而在防守端 他成为球队的负担之一 很少参与到防守的脏活泪活中 在场上他给人的印象 永远都是一种懒散的形象 在选修视讯期间 奥多姆的天赋就震惊了许多球队 尽管拥有大前锋身高 他却展现出了技术细腻的一面 娴熟的运球让人眼花缭乱 这不禁让人回想起了 魔术师约翰逊这位前锋身材 却在一号位上创作了 神奇showtime时代的传奇巨星 因此有人将左撇子的奥多姆 称为左手魔术师 尽管奥多姆的职业生涯中 有不少亮点 但他始终难以达到最初的期望 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 他在自律性和竞争心方面表现不佳 很多时候他试财奥物 不愿意将所有的注意力 都集中在篮球上 尽管他曾随胡人队 两次夺得总冠军 但在职业生涯的后期 还因为缺乏自律而颠沛流离 值得一提的是 在2015年10月 奥多姆在内华达州 一家从事性工作的场所 因吸食过量毒品而导致昏迷 最终导致脑死亡 得知这一消息后 科勒卡戴山一度重新回到奥多姆身边 除了科勒 还有奥多姆的好大哥科比 正是这两个人 把奥多姆从鬼门关里拉了回来 6.鲍里斯迪奥 在2005-2006赛季 小思的受伤 让从前不为人所熟知的迪奥 有机会展示自己的实力 曾经作为空位的他 一度转变为太阳队的主力内线 帮助球队在那一年打进了西区决赛 有一个故事传闻 迪奥曾身着休闲服 手持咖啡来到训练馆 并轻松打破了斯塔德迈尔的摩高纪录 显示了他的天赋和实力 然而迪奥的天生懒散 和不自律的生活习惯 使他始终未能成为顶尖球星之一 随着年龄的增长 迪奥体重增加 个人表现也未能回到2006年的水平 5.本西蒙斯 表面上看 西蒙斯似乎不可能是一个懒惰的球员 外界展示自己前奋和努力 频繁地在社交媒体上发布 投篮训练的照片 试图证明自己正在努力提升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 尽管他努力了很多 但结果却并不理想 反而呈现出逐渐下滑的趋势 因此一些关心他的人开始 怀疑西蒙斯训练的真实性 果不其然 很快就有媒体揭露出 西蒙斯发布的训练照片都是假的 显然他明明急需提升自己的投篮能力 却在休赛期里表现得非常懒散 目前西蒙斯才进入联盟不到几年 但他已经令球迷们非常失望 新世纪以来 每当一位球风爆裂的大前锋 斩入头角时 人们自然而然地将他与 肖恩·坎普相比 这所以说明 肖恩·坎普给当时球迷带来了 巨大的震撼 尽管身高接近七尺 但坎普的弹跳力和容忍性 都达到了顶级水平 他能够轻松完成一些 后卫难以做到的高难度扣篮动作 在1996年 他与搭档加利佩顿一起带领球队 打进了总决赛 然而两年后 因劳斯纠纷停赛 成为了坎普职业生涯的转折点 在缺乏球队约束的情况下 他沉溺于暴影冒时 难以刺拔 复赛后人们发现 坎普已经变成了一个臃肿的胖子 而且他混乱的私生活 也导致他有了一些私生子 即使在退役后 坎普也因此陷入了狼狈不堪的境地 3. 杀魁奥尼尔 奥尼尔的篮球生涯 大多是天之骄子的光环下度过的 在他的眼中 成功的标准就是通过在球场上的统治力 取得胜利 在这种价值观的引导下 奥尼尔对于苦练持有不懈的态度 此外 他在私底下 也因为自身超强的能力 而对饮食不加节制 在效力热火期间 奥尼尔的这些行为 引起了主教练来历的不满 最终成为了奥尼尔离开MME的导火索 坦率地说 高强度的训练 可能会使奥尼尔体重 接近150公斤的身体 承受不了太大的压力 因此奥尼尔有自己的理由 选择不过分强调训练来延长生涯 然而如果他在饮食方面能够更加节制 也许他的成就会更加惊人 2. 德怀特·霍华德 作为一个高中生 能成为联盟选秀的壮严狼 霍华德的身体素质和天赋无可置疑 尽管他在职业生涯的早期曾经斥斩联盟 但他本身技术方面的不足却未能得到有效补充 很多时候他只是单纯依靠身体优势来取得华丽的数据 作为信奉快乐篮球理念的球员 霍华德并不愿意在技术方面花费太多精力进行打磨 而这个问题在他效力胡人时终于显露出了苦果 在下门胡人之后 球队的战术发生了巨大变化 对于中锋的要求也变得更加严格 需要他懂得和科比打出优质的挡拆 并且进行高质量的掩护 然而这显然并不是霍华德愿意去做的事情 加上经历了严重的大伤后 霍华德的爆发力不再如以往 当时已经算是出头的他出现了极大的洽滑 这导致了他与球队之间的矛盾不断加深 2005年胡人队在首轮第十顺位选中了年仅17岁的 安德鲁·拜纳姆 成为NBA历史上最后一名高中生球员 同年11月2日 18岁06天的拜纳姆成为联盟历史上最年轻的出场球员 人们寄予了他未来继承胡人伟大中锋的期望 故事的开始总是甜蜜的 在2008-09赛季和2009-10赛季 拜纳姆帮助胡人队赢得了两次NBA总冠军 2012年他入选了NBA全明星首发阵容 并入选NBA最佳阵容二阵 他与奥尼尔的对决成为了经典 奥尼尔回忆起当年两人互扣的场景 他瞪我一眼 我从他的眼中看到了中锋的未来 对阵邓砍曾单场拿下30个篮板 季后赛对阵绝金时砍下盖帽三双 追平了NBA历史季后赛单场盖帽记录 然而在一次大交易中 他被送往了费城 离开了科比 开始了自我毁灭之路 在费城他完全忘记了自己是一名职业篮球运动员 表现出不自律的行为 12到13赛季 他没有为76人打过一场比赛 一直在摆弄自己的发型 膝盖养伤期间还跑去打保龄球 导致伤势加重 赛季结束后 愤怒的76人管理层 拒绝和这位玩世不恭的球员签约 13至14赛季 歧视管理层给了这位曾经的天才球员一个机会 但拜纳姆再次辜负了球队的信任 与球队助教的妻子传出绯闻 仅仅效力了24场比赛 就被球队以有害行为无限激进赛 被交易至芝加哥后公牛队将他裁掉 接着不行者探险性的 用一年一百万合同签下了他 结果拜纳姆只打了两场常规赛膝盖就出现了积水状态 再次无限期休战 最后拜纳姆赛季报销离队 在那之后他再也没有在NBA上场打过球 那年拜纳姆年仅26岁 曾经的天才在NBA只打了8年 离开火人队之后 我们只知道他仅仅打了26场比赛 好了本期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各位小伙伴如果有什么建议或者意见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 别忘了点赞和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